你看像國洞曾經聊政治 然後賺了很多流量 我們應該也要這樣子你知道嗎 那他政大的啊 媽的我們是什麼 跟高中沒畢業 跟大學異業 對對我們就兩個學電生 來談政治 很適合 然後他成大是不是 呃 業台青郊成政 所以就是前六名這樣 業是哪一個啊 呃大業 大業大學是什麼大學 就是 台灣一個很厲害的大學 屌打台大欸 你不知道 我沒聽懂這梗欸 為什麼之後被靠北 你為什麼要開他玩笑 哈哈哈哈 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的梗 口不清楚 那說到大業 我以前有一個高中那時候 我同學就在那邊開玩笑說 呃 讀大業 少落業 然後教室超大聲這樣子 結果這時候就 他後面走來一個 幾乎都沒來上課的同學 然後走過去 結果他就 好一看他說 欸你那個你上哪裡啊 就打開 嗯 大業 然後他就很尷尬 因為他成少來學校 然後他就看一下 呃呃大業 還不錯啦 大業還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對對啊 我完全忘不了他那時候沒有簽 我真的很好奇 台灣的大學文憑 到到國外 都多少被認同的 我不知道欸 可是 應該要前幾大學才會被認同吧 我不清楚 不知道外國大學考試標準是什麼 雖然沒有接觸過 語言標準是門檻 很多人都覺得我托福 或者是那些語言 考試準備好就好上 沒有那只是門檻而已 就舉例來講那個 托福我們120嘛 像美國很多那個 地流大學他們就是說 你至少那個門檻就是你要110以上 我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到那個 到那邊真的真的看過 他們會看多億嗎 我當然不會啊 多億是什麼啊 蛤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阿滴說他多億考滿分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隨便考得上 國外考國外SAT 沒有那是大學一定會考啊 對對對 我要講我新加坡同學的故事 就那時他是我新加坡的隔壁班同學 但是他的成績太好了 然後他就覺得在新加坡有點 有點浪費時間 他是真的這樣想 然後他家人也這樣想 所以他決定直接去考美國大學 然後就直接去準備SAT 他做文是都背的 他是往滿分去刷的 因為他有一次考人 他就差100就要滿分 然後他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滿分 他怎麼知道題目會考什麼 因為你做文會有不同的主題嘛 然後你不同主題就有不同的模板 通常是模板 不是說背診斷 是背模板 舉例子來講就是 用時差的方式 你先得到 假如說 有錢你就可以坐飛機到處去考嘛 你就用這種時差的方式 可能先得知日本地區 他們SAT那邊的作文題 就先做好 我要背這個範本的準備 但是前面的題目他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能夠先得到那個 那個作文題 然後就可以先背這樣子 欸對他來說 其他題也不用作弊 他基本上都是滿分 我知道的 只是現在我不知道能不能 因為那是我在五年前在新加坡所 我的同學是北京人 他現在 欸我沒跟他聯絡好久了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他在當下是吊大王的時候 只是新加坡那邊 因為你75分以上就可以拿A1嘛對不對 新加坡國中的分數是 A1 A2 B3 B4這樣算 然後因為之所以75分以上 滿分還是100 你會拿到A1是因為那個 他沒有選擇題 只有神論題這樣 然後他可以每一顆都90% 欸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那種偏鄉教育資源 真的就跟北部有差耶 你知道我在 我以前在宜蘭讀書的時候 我甚至不知道有 志願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原來 地區內是有第一志願第二志願 大家會想要考哪一間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像是大家會想要往建宗北域女 草原就往武林嘛對不對 然後會去比說武林不行 那我會考什麼 然後第二志願 然後不行再考第三志願 嗯 大大大 我沒有這種意思 我身邊的人也沒有 真的沒有 超怪 我們就只知道說 宜蘭有一間高中叫羅高 很厲害 就這樣 那你們怎麼填志願呢 我們就只會填說 我們想要讀什麼科系 然後因為宜蘭的學校很少 所以 我們只要選好我們的科系 基本上只有一間學校可以去 我們大部分是高職多 所以我身邊的同學全部都去高職 我也去高職啊 欸你知道我想到填志願就讓我想起來 我在 我在新加坡那邊 我跟你們講解一下新加坡那邊的 佛中升高中怎麼弄的好了 新加坡的高中跟那個 台灣高中 我覺得感覺不一樣 就是 真的高中就是去升學的 然後你在新加坡 如果你不是讀書的量 那你就好好去高職 他們這意識分的蠻平均的 新加坡高中的志願啊 總共考的科目就六科 然後你在這六科中 你可以看學校 有些學校可以選不同的科系 然後六科總共就是 最好最好的成績就是六分嘛 對不對 就是 那個新加坡的高中啊 最低的門檻是十六分 等於說你每一科都要A 你只能容許兩科是比三這樣子 就你 你這樣子才能去讀高中 新加坡那邊最好的高中 我剛剛說 你全部都是A 最高分就是A6嘛 讀最好的高中 你要三分你才能進 然後你知道三分要怎麼扣嗎 就是你要去 在新加坡你要去額外的選修 然後像是他們有什麼高級華文 然後你在社團表現也要很好 然後你還要再做一些雜七雜八 你才能扣到三分 你這樣才能進新加坡 最好的高中 對啊你就是要全能才能進那學校啊 然後他們 會喔會喔 新加坡那邊 跟台灣一樣是不是 不是新加坡超愛比的耶 他們的那個 是真的 完全瞧不起 我們高中的最低分就是你16分 就是我們最爛 新加坡最爛的高中的門檻 我認為多少會瞧不起啊 就是讀書就是拼上去啊 我們台北是那個台灣的那個首都嘛 台北人會騎士讀高子的人 就台北成績 台北一定會 我就是來到台北後才知道 喔原來 這邊會有比試練喔 然後我真的聽到有人在討論說 台灣的課程應該要加入哲學 那我真的是 舉雙手贊成 哲學是要討論 要練那個邏輯啊 我的邏輯 我認為我的邏輯會練起來 是因為我到新加坡讀書 就像我說的 我們那邊考試都沒有選擇題 都是論 都是深論題 導致就是 我要很清楚我在做什麼 那我就不會看到 FB下面有一堆白痴 那真是白痴 為什麼那麼簡單的問題 都要一直問 哈哈哈 其實我真的 他媽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我 我不是怕別人罵文 這樣 我是很怕別人 講沒邏輯的話 然後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以前也不懂 呃 自從就是 我加入辯論社 開始看書才知道說 喔 這東西是很重要 嗯 至少 至少看到社會議題 不要是 媽一看到就第一個時間想 啊 怎樣怎樣 我覺得一定是怎樣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媽你那麼聰明是不是 可是我很希望如果我再回去 讀書的話可以有更 就是 老師可以帶我們做更多的那種 更多說話你知道嗎 不要他媽整天只會在那邊 寫考卷寫考卷寫考卷 我他媽在新加坡 我跟你講 新加坡我已經算是在好班裡面 我也在基金教育裡面 我們他媽也不會一直他媽寫考卷 幹他媽從早寫到晚 我之前就看到一本書 他是 他是去國外留學 然後他那本書在寫說 台灣跟外國的教育有什麼不一樣 他很酷耶 他那本書就說 台灣的公民課就是在被法條 然後他們公民課是 直接擺桌子 我們就上來 上來兩組辯論 真的有耶 我在新加坡那時 應該有類似的吧 有有有 我們 我們是分組 然後去弄分組報告 啊 我也很希望台灣有口說課 不然每次分組報告 或是上台演講 媽的 每個人 快射了是不是 眼睛到底在看哪裡啊 眼睛都看 然後就 我現在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一個人重點講到說 超多人演講都看來PPT照著念 對 我 他媽就是在想這個 我看得懂 你不用念給我聽 我要你給我解釋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 我跟你說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說 那個 等我一下 然後開始插手機 我 我沒有做功課 你還上來演講幹嘛 阿倫我突然意識到一點 會不會是因為 你自己要選擇去學店讀 才會有一堆這種智障問題 是是是 你為什麼不努力點呢 可惡 我就是該努力點 沒有啦 我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都遇到一堆這種人 遇到只要是分組報告 都會有一個弊病就是 說頭說尾 然後就沒有人要講 大家都在等著別人做 或是 期待自己不要被老師抽到 我剛好就比較幸運 我小時候剛好就比較敢講 所以我才有機會練習 沒有 我覺得在學生時期 會比較容易忽略掉這問題 有邏輯有多重要 以及說你的 至少作業這東西的重要性 來自於說責任感 大學學的其實是 思考的邏輯 不是 在國外教的國中 就開始在思考邏輯 台灣大學才教 不過我以前 國高中的時候 做分組報告 真的會有一些攏緣 可是我還是會把它寫進去 到大學 又出現一次攏緣 結果 然後我同學 直接報告給老師說 他什麼都沒做 然後被當掉 爽啊 爽喔 超爽的 幹 我最喜歡這種人 你只找裝盲嘛 你跟我找一些 危機也找得到的資料 裝個盲 我至少也沒差嘛 掉個危機的網址給我 我也認了好不好 我也認 丟個危機的網址 丟個危機的網址 我有經驗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分組 找資料 然後我們每個人 都會做一個 稍微 我們找了什麼資料的 一個重點 整理給別人 有一個人 真的就是他媽 丟一個危機百科的連結 然後說 資料在這裡 然後我說 重點咧 裡面啊 你自己不會 你不會讀嗎 我國高中的時候 當 就是很常當組長 我真的會 分配給大家工作 就是 我會知道 你什麼事都不會做 你就幫我整理PPP 真的很適合單幹 佐助吧 你哥也死了 你真的是佐助吧 完了 就佐助 也沒有媽媽耶 完了 等一下就把 那個羅倫的頭髮 染成成紅色 羅倫問什麼 我覺得你長得很像小姨 我覺得你跟小姨一樣 雞掰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